新北市芦州长安公园 今天则是发生了凶杀案 有两名男子起了口角 其中一人持刀砍杀对方 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而这名男子也被逮捕 在我们芦州区一处公园内 一次发生犯嫌持刀伤人案 我们本分局立刻派遣远警到现场 并且强势逮捕犯案的凶险 那现场被害人一名 那这名被害人胸口中刀 警方调查嫌犯跟被害人是朋友的关系 那么双方疑似是为了小事 发生口角才杀人 但是详细的动机警方还在厘清当中 全案将依杀人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